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说一个重磅的消息 关于几天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的对乌克兰的讲话 刚刚中国外交部公开表态支持 这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最高层面的正式表态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月15日报道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在利沃夫会见利沃夫州州长并表示 中乌是战略伙伴 今年是两国建交30周年 中国是乌克兰人民的友好国家 作为大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中国都将永远是乌克兰的重要伙伴 范先荣还说 我们将永远尊重你们的国家 我们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我们将尊重乌克兰人选择的道路 因为这是每个国家的主权 范先荣大使还补充说 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 我们会提供帮助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一年内 我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 我们已准备好帮助贵国的发展 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将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人民的团结是多么伟大 这体现了团结的力量 报道还提及 中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了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第三批也将抵达 3月17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我们当然支持中国驻乌大使所做表态 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缓和乌克兰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 彭博社记者 德国图片报称 最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试图飞往北京 找普京的中国好朋友 但飞机中途返航 俄罗斯外交部则回应 莫斯科不会允许中国和俄罗斯发生冲突 请问中方是否曾邀请拉夫罗夫外长前往北京 该报道是否准确 对此赵立坚表示 你最好去问问德国报纸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 3月17日 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其账号上也对此回应称 德国图片报是捏造虚假消息的领导者 扎哈罗娃称 希尔盖拉夫罗夫 昨天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外交部大楼工作到很晚 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与中东同仁的会谈 我想知道 编造出这个的德国记者 是否会获得奖金 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称 美方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 并造成平民伤亡表示关切 但中方却一直未明确表明立场 请问发言人如何看待外界对中方的批评 赵立均表示 大家都还记得 1999年3月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没有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悍然对南联盟进行78天的持续轰炸轰炸 至少造成2500名无辜平民死亡 约1万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过去20年来 美国在叙利亚 伊拉克 阿富汗 索马里等地 发动了数万次空袭 无辜死亡的平民数量 至少有2.2万 最高获达4.8万之多 美国在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同时 是不是应该首先对上述这些军事行动中的平民伤亡 也表示一下关切呢 中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的是食品 儿童奶粉 睡袋 棉被 防潮电等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 而美方提供的却是致命性武器 3月16日 美方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8亿美元武器援助 本周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总额就达到10亿美元 我给大家念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先生得到的清单 美方向乌方提供的最新武器装备包括800套防空系统 9000套便携式高精度反装甲系统 7000件机枪、榴弹发射器等小型武器 以及2000发炮弹和子弹 这还不是他清单的全部 美方最新援助的武器是乌克兰带去了稳定和安全吗 还是会给乌克兰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对于乌克兰的平民来说 他们更需要的是食品和睡袋 还是机枪和炮弹 稍具理性和常识的人对此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赵立坚表示 我们注意到波林肯国务卿表态 中方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与中方一再重申的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以及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服 还妄称说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方的有关言论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 充分暴露了美方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思想 这类言论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近来国际媒体多次提到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 在上世纪90年代就对政府提出忠告 指出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 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 还有很多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也做出过这样的忠告 遗憾的是 美国政府对此置若网闻 持续推进北约东扩 已经进行了五轮 赵立坚表示 美国政府关于北约东扩的决策 同今天的乌克兰危机 有着直接的联系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说 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加巴德表示 只要美国保证不接纳乌克兰 加入北约 就可以结束此次危机 阻止爆发战争 但美国政府不会这么做 赵立坚最后强调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钥匙 在美国和北约手中 希望美国和北约 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好好反思一下 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 拿出实际行动 早日解决乌克兰的冲突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对于和谈的立场是一贯的 你可以查阅中方在有关 伊拉克 叙利亚 阿富汗 巴以等热点问题上的例子表态 赵立坚称 关于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局势 我想问的是 当初你们也是同样如此 关心伊拉克 叙利亚 阿富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伤亡吗 他们这些平民对你们来讲毫无意义吗 对了 我还忘了提1999年的塞尔维亚 那时候叫前兰斯拉夫 他们这些平民的伤亡 你们就毫不在意吗 如果不是 恐怕你们毫无资格来对中方进行指责 联想到有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流露出来的种族主义倾向 建议有些媒体还是把精力和重点关注 放在真正有利于促进和平的事上 赵立坚 中方高度重视乌克兰人道局势 提出了六点倡议主张 中国红十字会已向乌克兰提供 三批人道援助物资 其中第三批物资重点帮助 乌克兰红十字会 救助受冲突影响的流离失所的儿童 我们欢迎各方提出的任何有助于缓解 和解决乌克兰人道危机的倡议和举措 你刚才提到美方正在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难民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尽快形成方案 将相关的讨论落实到行动中去 乌克兰危机产生了数百万难民 美方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美方应该深刻反思当前难民危机产生的根源 到底是什么 美方在乌克兰危机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应该承担哪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不是北约连续五轮东扩 导致地区安全严重失衡 乌克兰局势何以发展到今天的境地 当年不顾反对 执意做出北约东扩的国家 他们当年预想到如今难民的艰难处境了吗 大家说说 这些国家是不是最应该接受难民呢 暂且不谈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 造成1100万难民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此次俄乌冲突 已有260万难民涌入了欧洲国家 可以说 俄乌冲突真正受害方就是欧洲 而美方仍在隔岸观火 忽悠欧洲盟友 美国副总统近日到访波兰 被问及美国是否会接纳部分乌克兰难民时 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哈哈的笑声 他并没有直接回应 诗人看到的是 作为俄乌冲突的始作勇者和最大推手 美方至今在难民问题上 仍只是惺惺作态 这颇具讽刺意味 也很能说明问题 大家应该好好想一想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